有試過見到巴士地面裏面有人聽音樂 戴著耳機都大聲到整車都聽到 又或者樓上一日到時到後就狂播超大聲音樂 令到你快要崩潰 究竟為什麼那些人聽音樂聽到這麼大聲呢 音樂是不是越大聲越好聽呢 我們對不同聲音頻率的感知是隨著聲音壓力的增加而變化 具體來說我們的感知會隨著聲音變大而變平 結果是當你較大音樂的音量時 音樂聽起來會更加好聽的 大聲的音樂也會刺激耳裡的球狼 球狼和下憂腦的快感鐘書是有神經聯繫的 音樂越大聲 大腦釋放的耐飛態就越多 這樣就可以達到舒緩壓力的效果 而且令你希望聽到更大聲的音樂 所以可以解答第一個問題 到底音樂是不是越大聲越好聽呢 答案是肯定的 YES 有沒有注意到當你做GYM 在跑步機上聽著音樂時 你是會跑得快一點的呢 這些是因為大聲的音樂就好像興奮劑一樣 會導致體溫和心率升高 所以在GYM裡面 人人都幾乎帶著耳機走來走去的 一項研究顯示 在一間酒吧裡面 如果音樂聲越大 客人是會被 在一間放小聲音樂的Club 喝得越多和喝得越快的 所以很多Club 是故意播到音樂很大聲 因為他們想你因為音樂大聲 而喝多兩杯 和快點走的 只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近這二十年來的流行歌曲製作 是越來越大聲的 事實上 在八十年代開始 流行音樂製作 例如CD的音量 是不斷提升著 到現在已經平均提升了七個分倍 尤其是在八九至零四年間 是升得最快的 這段期間 音樂的音量是升高了五分倍 這個現象可以由技術層面去解釋的 當你首歌 錄得越大聲時 音質就會越細緻 在八九至零四這段時間 音樂業界正過渡到全數碼製作 可以令到錄音的質素更加清晰 而令到出來的音樂更加大聲 以前的錄音不是很大聲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是技術上配合不到 而現在的技術可以很準確地 將聲音控制到最大 所以製作人一定想 首歌出來的音質 又這麼好得這麼好 所以盡量做得大聲 亦都是無可厚非的 在圖上可以看到 到了04年之後 音量提升的幅度明顯下降 這樣是因為我們已經接近 數碼錄音的極限 但是為什麼 就是到極限 都還要追求更加大聲呢? 唱片公司發現 一手錄得大聲一點的歌 是會比小聲一點的歌 多人留意的 原理是在街上有人說話 你未必會留意 但是有人喊 你就會看看什麼事 唱片公司 想多些人注意到 他們出品的音樂的前提下 有理沒理 都推大聲音樂 那既然音量 都已經去到最大聲的 加上近年 音樂串流平台的流口 他們都會統一 所有在平台播放音樂的音量 不會聽起來 一首歌大聲 一首歌小聲的 那在唱片公司 無論弄到首歌幾大聲 都會被串流平台 按到跟其他歌 一樣大聲的情況下呢? 怎樣可以令到首歌 聽起來 比其他歌更大聲呢? 答案就是用Compressor Compressor 是一件很傳統的錄音器材 它是用來壓低太大聲的部分 令音樂維持在某一個音量的範圍 例如 如果唱歌時 有一兩句 唱大聲了 就可以用Compressor 來按回那些大聲的部分 令錄音 會一時大聲 一時小聲 那通常一首歌 是不會由開始到結尾都很大聲的 裡面一定有大聲和小聲的時候 然後 以用Compressor 就可以壓低大聲的部分 令到它們和小聲的部分 音量一樣 然後再把整首歌推大聲去 這樣就可以做到 整首歌都這麼大聲了 不明可以看一下以下這個例子的 E-E-Box 的樂隊 The Snooge 是1990年 出的歌 是有大聲和小聲的 而且整首歌最大聲是-1.7的分貝 但是它們在1997年 重新Remaster過同一首歌的時候 可以看到整首歌 一輪都是最大聲的音量度 但是這幾年 所有音樂人 用Compressor都用到盡了 那還有沒有方法 可以令這首歌 聽起來更加大聲一點呢 答案是有的 近兩年 外國唱片監製在錄音時 盡量是不會用些 像人聲頻率的樂器的 好像吉他啊 琴啊那些 因為樂器聲的頻率不同 所以就不會阻礙著人聲了 例如 當首歌只有人聲 低音的bass和鼓 加上高音的電子聲音 音樂的部分 就又可以大聲一點 而不會令人聽不清楚人聲了 所以近年 彈低音的吉他 的樂手 都挺爽香的 這種音樂製作方式 在Billy English的歌中 顯示得最明顯 隨著技術的限制 因為音樂人 夠大聲的遊戲 只可以玩多久 但是大家 在很興奮 聽著很大聲的音樂的時候 都要好好注重一下 大聲音樂 對身體的影響 科學家提醒 大聲音樂 是會損壞耳窩裡面的細胞和膜 長時間聽著這些大聲音樂 是會令到耳朵中的無細胞過度工作 而導致這些細胞的死亡 只要持續暴露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聽力損失是會繼續下去的 即使在噪音停止後 有害影響仍然可能繼續 亦有研究表明 超過110分貝的噪音水平 是會剝離將訊號和耳朵 傳遞到大腦的神經纖維的絕緣體 保護性塗層的脫落 是會破壞神經的電訊號 假如加上免疫系統受到攻擊 這樣就會損害大腦中的神經 並且導致多發性硬化症 所以,開心聽音樂的時候 記得保重身體 拜拜 拜拜 travelling 還有很多 輪瑞 看 最併 検掉 一定